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横幅更多的一种表现呢 往往是这个竖拍两字向前推进的啊 竖拍三字四字这样横向往前走 只要是从纸张上看 是横向长竖向短的这种状况都叫横幅 字数可多可少 也有大字绑书也有小楷各种星体都不限 竖体都不限制 所以这样都叫做横幅 但是这种横向的排列有的时候是比我们通常写竖幅的难度要大一点 为什么呢 它就是这个数式排列的 比方像这个条幅那样 数式排列往下走 这个运笔啊 容易出现惯例 有惯性 所以说感觉到气韵上贯通 但是横幅呢 因为竖排的字少 所以常常表现呢 斜下之后 横向的排列出来之后 在章法上难度大一些 应该是这样 那个横幅有没有尺寸上的限制呢 横幅上上下已经讲过 没有什么一个固定的尺寸限制 但是呢 也有的时候吧 是朋友啊 好是同事也好 他在求自己的过程当中呢 他指定词句 指定啊 持幅 这种情况有 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你比如说吧 他有一个镜框子 他需要在这个镜框里边呢 打放这么一张横幅 在这个时候 他指定的这个尺寸 这个本来如果不受字数的限制 也就无所谓 那么他喜欢某一个词句 或某一个文章或诗词的内容 于是他指定词句 指定词句 在这个时候 你就要有个安排 在必须的时候 还得用借格来计算 那么这个借格起成作用呢 它主要是 你比如说这张纸啊 太大 如果你不计算 你这么汤汤往下写 结果 词句啊 很短 纸张大了 你说你不裁掉吧 他写了后边这张纸 这块纸是多余的 你裁掉吧 人指定的尺幅呢 就不够标准 这时候有 还有的时候呢 本来这个纸比较小了 你字数太多 写不完 你没办法 还变成小字 总得写完在这张纸上呢 这时候觉得在章法上 又觉得不太讲究了 应该是 字数也忙 纸张也用尽 当然这包括落款呢 等等方面 感到不拥挤 也没有说什么 这个剩余的地方 那么排得出来就是比较好 您谈到这个借格 借格究竟有哪几种形式呢 借格一般呢 就是叠格和画格 叠格呢 就是我们平常把纸啊 叠一叠计算计算 在写的时候它起作用 装满出来之后呢 这些这个叠的格呢 就自然消失了 因为宣纸上呢 只要通过这个用水淹湿之后 格就自然消失了 所以那个格呢 只起到呢 在写字的时候有计算作用 那么这个画的这个格呢 除了这个作用之外 它还要保留下来 比如说 我们这个写的这个小楷 有时候就用红格打出来 还有时候呢 就是一些个中楷字 也用红格打出来 有时候打在卷上 有时候打在白旋纸上 有时候呢 打在瓷琴纸上 还有时候是这个这个 打在其他的黑色纸上呢 在特殊需要时候 有这个借格的表现 格子呢 一般的说是红格的 但如果打得太深的颜色上 也会用啊 浅黄色的格 这倒不太讲究 关键是 格就留下来的 这个格留下来是干什么用 就是 它要强化你的这个形式作用 比如说 我们在楷书当中打了红格 是强化这个楷书更加楷化 它起这个作用 它能看到这个格子呢 本身是一个陪衬 显得楷书呢 也另外有一种感受 所以格子呢 有时候起作用的是在这方面 还有的呢 比如说写诗碑啊 这些东西 碑文上的东西 提前也都有借格 所以我们看一些个 九成功啊 什么这个 严文青的多巴卡等等吧 这上面都有一些个借格 只是感后来慢慢慢慢的 有些东西分化剥落 不清楚 那是不是不同的书体应该有不同的借格呢 应该是这样 同是楷书也不相同 比如说小凯的格啊 应该是扁方的 不应该是正方的 因为小凯啊 十分讲究杭气 因此这个格 应该打出来是扁方的 也就是横向宽 竖向窄 如果是中凯以上 应该打方格 横 竖 这个 都应该是以方来计算的 这个行书啊 它不应该再打横格 因为行书呢 横不成列 所以呢 几乎是要求到星凯也不应该打横格 因为行凯已经也是横不成列了 所以这个行书啊 行凯如果打阁 就是只能是树式的 那应该是草书更是如此 草书严格的讲 不应该再打阁 因为草书很放纵 如果再打阁的话呢 往往对它有一个约束 是这样 当然是偶然的这个小的这个小篇幅的 或者比较工整一点的草书呢 打阁也不能说是错 你比如说这信纸 在古代呢 叫做这个手渣啊 尺度啊 这些东西 往往这些个 我们现在的信纸吧 信间 上面都有阁 而这个书信上用的书体呢 有多是星草 所以 这些格有时候起来应作用 但是往往写草书的人呢 也不大 你不大拘束在这上 有人就随便一写 写格里有格里 写格外有格外 不被它拘束住 嗯 那么这些个呢 都未成不可 但是如果你是有意义的打了红格 你虽然是在写草书 你也必须得遵守 如果你不遵守 如果你打那个红格起什么作用 如果你表现我的草书潇洒 我贵写的格外边 其实那格子倒给你起了个很混乱的作用 在视觉上更不舒服 嗯 所以有红格尽量遵守 如果想着 如果怕约束 就不打 但是往往拿着纸张 本身上就有格子这个时候 有时候破了点力 还未成不可 嗯 那您给我们讲横批的时候 您提到这个 嗯 洛尚款 我想问一下这个洛尚款 这个称谓问题 比如说 嗯 像古代的这些书画作品当中 我们经常见到有称人凶的 但是很少见有称人帝呀 贤帝呀这些 嗯 是不是对朋友的称谓 应该有一些特殊的规定呢 这个称呼人帝贤帝的也有 嗯 但这必须得适当 嗯 在书法当中啊 洛尚款的称谓问题 是一个学问 嗯 一般的来讲 用帝字的时候一定要谨慎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帝字啊 不是我们平常的这种概念 嗯 叫做是这个 兄弟之间的关系 往往不是这样 在古代的信扎当中的这个用语 和书法上的用语是一样的 它就称谓帝字啊 往往称呼晚辈 嗯 所以不要轻易的用 不要以为人家比你小几岁 跟人家没有什么熟悉关系 只是一般的朋友 或者人家向你琢磨求字 你就某某张三人帝 某某李四这个贤弟 这个就不好 一般的来讲 都是同行同道的 尽量称呼为兄长 嗯 因为这个 这样称呼是对对方的尊重 是自己一个谦虚 并不都在于年龄 啊 比如说这个 二十岁的一个 年轻的一个朋友 找五十岁的一个人去写字 应该说从年龄上 有一半人之差 但是往往称呼 徐兄 某某人兄 不足为过 是应该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称呼 本身是一种谦虚的表示 啊 但是呢 真正是自己的学生 是自己的晚辈 这处称呼的时候呢 那个弟子倒是在里面 比如说我的学生 我称呼某某 学弟 这实际里面说是学生 但学院当中还有士奖 这么一种称呼 士奖也是称呼自己的学生 或称呼自己 有至交的这样的一个朋友的晚辈 就是说实实在在就是这种关系啊 非常明确的 这方可以称呼这个弟子 一般的来讲 不是说在同等年龄当中 或者是不熟悉的关系随便称呼人弟 这是一种不够尊重的 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称呼吗 呃 一般通常使用的当中呢 呃 在过去使用先生这句话呢 不是特别多 嗯 书信用语比较多 在书法作品上呢 呃 不算太多 现在呢 因为有些东西过于成就也不好 你比如过去经常使用的这书法用语 称为上 某某人凶方家雅正 或者某某人凶大人雅主 那个家属的属字啊 在这边念主 是主夫的意思 那个那个字的意思啊 所以呢 这种称为啊 现在似乎看来就是 稍稍陈旧一点 可以用某某先生方家 或者法家 方家法家是内行啊 是这个书道等行的一些个啊 这个知音者的意思啊 法家或者方家指证啊 当然指证 雅正 教证 毁证 辅证等等 这些个书法的这个 用语很多 只是说在称为上呢 除了自己的亲属之外 却有一个啊 私人之间的一个固定称为者 一般的来讲 最好称呼先生 包括这个兄长之类的称呼 但是不要称呼职务 因为职务啊 随时都有变动啊 比如这人是个局长 你称他局长 他明天贴上个市长 你这时候你那个 就觉得好像这张作品呢 就有点过失 他在挂的时候 觉得觉得好像不太合适 嗯 流放这儿 咱们现在写一篇凯书 嗯 两个字横排向前推进的这样横幅 啊 写一篇凯书看一看 我们现在写的是一幅凯书 只是一乘三尺的比例 这张纸上已经叠了格 写凯书 传书 历书 应该有借格 不管是明格还是暗格 都应该有个计算 我们所说的暗格就是叠的格 装标以后 不会留下任何痕迹 当然 也有人呢 这个写 转书 楷书 历书呢 不用这种借格的 也就是说呢 不求其工整 而吹求消散 这都未尝不可 但是呢 为了工整起见的 还是应该有借格 但是借格有与没有 都绝不说明水平问题 往往有人觉得你在叠格 在画格 似乎好像你很这个初学的样子 其实不然 我们见到历史上的有些个书法作品 传书 历书 楷书等等 多数都是有借格的 您从来给订阅 你捐阅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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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有这样一种说法 写楷书难愉快 写草书难愉慢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写楷书的时候 如果太快 往往使笔墨轻滑 不容易表现力度 但楷书写得太慢 又会使欣赏者感到有一种压抑 并且写楷书写得太慢 也会失去一种气势 因此 要求写楷书 既要迅速又要工整 既要有气势 又要历届轻浮 一句话 就是又要快 又要好 这就得看书法家的功力 功力是个书法的核心问题 没有功力 什么聪明 学士 修养 都将成为一种空谈 尤其写楷书的时候 没有功力 最容易捉襟见肘 这是一幅联语 一般说呢 联语应该写成数式的两条 也就是迎联的格式 有关迎联方面的一些常识呢 我们放在下边的几集中呢 在专门论述 这种联语除了写成 这个迎联格式之外 也可以写成的像这样的横幅 或者是束幅啊 等等的格式 这幅联语的词句是 竹笔不防流水过 风高起爱白云飞 字面的意思呢 是说竹笔无管多么茂密 也不妨碍流水的通过 山峰呢 无论有多么高耸 也不妨碍白云的飞过 他的含义啊 基本是说 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障碍 都不能阻挡那些有大志向 和有大本领的人 您刚才给我们演示了一篇凯书的这个横幅 我们的确看到凯书在用笔方面呢 可以说和我们前面讲的行草 是有很大的不同 对 这个凯书啊 就应该是一丝不苟 它在用笔方面非常的讲究 讲究功利 所以呢 如同我前面所说的那样 与其说 唐人上法 宋人上义 不如说 凯书上法 行草上义 更为准确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下次节目呢 天老日将给我们讲一些调幅的内容 欢迎您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